國內的疫情升溫 指揮中心宣佈 新增四例境外移入確診 而其中一位本國僅男性 是在去年前往菲律賓工作 而他有上半身骨頭刺痛的情況 是國內首見 不過這是否和新冠病毒有關 還有待確認 國內新冠肺炎 又新增四例境外移入病例 案545為印尼籍三十多歲女性 十月十四號來臺工作 入境時無症狀 但集中檢疫期間出現頭暈 食慾不振 全身倦怠 就醫採檢才確診 案546是本國籍三十多歲男性 去年到菲律賓工作 十月十三號曾出現上半身骨頭刺痛 輕微咳嗽 嗅覺異常等情形 但沒有在當地就醫 十月二十號返臺時主動告知 機場採檢後才確診 案547是印尼籍三十多歲女性 十月八號來臺工作 入境至今無症狀 十四天檢疫期滿前採檢才確診 案548是菲律賓籍三十多歲女性 過去兩年在土耳其工作 十月十三號因為工作來臺 入境時無症狀 檢疫期間出現流鼻水 菲帶嗅味覺異常情形 經就醫採檢才確診 值得注意的是案546有骨頭刺痛 是國內確診個案中首次出現症狀 是否與新冠病毒有關 還有待確認 此外由日本媒體報導 日本政府打算下個月起開放 包括臺灣在內的三十個國家地區的商務旅客 入境三天免居家檢疫措施 對此指揮中心表示 這是日本單方面優惠措施 民眾返台後還是要居家檢疫十四天 至於我國經濟泡泡模式 還在跟經濟部研議中 指揮中心表示外籍醫工檢疫期滿後 檢驗陽性確診個案累計有九例 而全臺確診人數累計有五百四十八例 分別為四百五十六例境外移入 五十五例本土病例 三十六例敦目艦隊及一例不明 確診個案中有七人死亡 四百九十七人解除隔離 還有四十四人住院隔離中 記者賴樹敏 吳家寶 台語報導 畢業機閑部警長